一百块的魔方 十二条公式 就算我方块转不快 也能够很快地学起来 在十秒钟以内解完 这就是二乘二速解法 Ortega Ortega分三个阶段 下面一面 上面一面 整颗一起解完 Ortega的特点是 第一步骤只要解好一面就好 而不是一层 例如说这个例子 下面有三个白的 然后第四颗这个白向上 如果是用基础解法的话 感觉要很多步 但是在Ortega 只要 一 二 三 位置不对呢 没有关系 只要做出同一面的颜色 做出一个颜色就好 这非常的有弹性 你底面解好以后 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让上面的颜色也一样做出一面 也就是让这四颗的面向都对 一般来说配色白黄是相对的 然后红橘是相对的 绿蓝是相对的 所以例如说在这个例子 如果我的底面是红色的话呢 我的顶面 就会预先知道它是橘色 顶面有七种状况 但是如果你被过三乘三的OLE的话呢 只有一个公式是新的 就像在哪里玩的一样做出一个项目的 以及 预防似颜色的 这样做出一个项目的 再次演出 再一次 1分钟 那上下的面向都结好以后呢 第三个阶段就是用一个公式 把整颗方块结好 一层的侧面状况呢 总共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是整个结好 第二个是在四面当中有一面 有同颜色的一条 第三种状况就是四面都没有一条 所以上下两层呢 最少只有分五种状况 那如果你背过两段试骗摇摇的话呢 懒惰可以只多背三条公式 我先看一看 我现在来看一看 一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我先看一看 奧特嘎的布置 都其實很簡單吧 如果只是上面講的 可能一個小時就可以學得起來 那此外還有一些能馬上見效的訣竅 可以再變得更快 第一個是因為底面只要解好一面 而不是解一層 所以有三個重點 第一個是有很多這種基礎解法 看起來要很多步的 其實都有很少步的解法 還有這種看起來像是卡住的 第二個是要練六底 或者說是不機女顏色 例如說這個打亂 如果我只會白色底白色面的話 看起來是有一點點難做 可能會要花一些功夫 但是二乘二的打亂有一個特點 就是它很常出現這種同樣顏色 連起來成一條的 所以我們可以善加利用 例如說這個黃色 其實有三步的解法 或者是也可以挑紅色的一條 然後這樣子是四步的解法 因為打亂很常出現一條 所以你組一面的步數並不會太多 所以你應該善用15秒的觀察 最起碼能夠計畫出一面的做法 不用邊轉邊想 所以剛開始去Octega的時候呢 可能可以先把重點放在如何有效率的組出第一面 那剛開始可以先不計時 每個打亂不一定要把這種很好做的把它做出來 而是看過每一個顏色 那看過不同的狀況 稍微玩一下有沒有什麼其他的解法 而第二個訣竅則是去預測 側面的一條會出現在哪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 這個只要看兩面 就可以看得出來 例如說下面這一層的例子好了 我其實已經看到四個顏色了 那或者是說呢 紅橘呢 它是一個對面的顏色 那這個藍綠呢 藍色跟綠色是互為對面 也是對面的顏色 這個情況 它不會有任何一面呢 是有一條的 那另外一個例子是像這樣子 雖然這個是對面色 但是這一面呢它是相鄰色 綠色跟橘色是在隔壁 所以我就會知道說 這個是剛好有一面會有一條 而且這個一條的位置呢 會出現在這個相對顏色的對面 那在這個例子也就是在背面 所以我不用把整顆方塊在那邊翻過來翻過去啊 去找到說一條在哪 這個在做第三階段的PBL 也就是把整顆方塊解完的時候呢 會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你可以嘗試練習 如果你在觀察15秒 能夠計劃出一面的做法的話呢 可以再多花一點時間力氣去預測 你的下面這一層的一條 會出現在哪 第三個訣竅也跟最後一階段PBL有關 其實PBL呢 有一些是比3x3現有的公式 還要更好的公式 或者是不同方位的公式 其實厲害的人呢 用Otega在5秒以內解出來呢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就連我像在玩鹹魚遠赫玩好玩的呢 也還是能夠在10秒以內 所以Otega真的是CP值非常高的速解法 然後再次看一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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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